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风挺大的 感冒了 这个楼也太奇怪了 好细啊 好窄啊 你看这么一条 走吧 吃饭去了 好 海鲜粽子 海鲜和粽子能放在一起吗 到了 之前一直想吃这家 还说还没吃过 我们今天去试试 好好吃 哇 饺子汤 小菜来了 这小碟是小 12块 不过味道真的很好 而且那个花生特别大 是 挺好吃的 洗餐鲜水饺 挺大的 是挺大的 这一份应该够你吃的 嗯 嗯 嗯 行吗 好吃好吃好吃 吃饱了吗 吃饱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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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威尼斯了 怎么样 像吗 挺像的 第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这地方 太大了 对 在威尼斯没有那么大的地方 啊 巴别塔 人类的不同语言 就是从这个塔建立起来的 自从有了不同的语言 大家就没有办法一起再把这个塔建得越来越高了 有点奇怪 这个房子其实不太像是威尼斯的房子 太板正了 对 这种屋顶是德国的 那个诗集 对对对 各种元素都弄到一起去了 这是欧洲的某一个地方 刚才还特别有意思 在那边一个院里还有一个孔子 对对 孔子在欧洲 这些楼外观建得很好看 但是里面好像都没有人 这个塔建得好像啊 跟威尼斯那个一模一样 这个长廊也挺像的 这个船有可能真是从威尼斯那边预模来的 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是吗 我听说这种船很贵的 诶 假的吧 还有一个摩托 啊 真的是 大连虽然海风挺凉爽 但是这个太阳太晒了 真的太晒了 好热啊 是 好久没看见了卖虫子的 从来没看过 你没见过吗 你去看看 没有 小时候一到夏天我们就买这个 然后我们为了让它叫 就给它们吃辣椒 小时候玩这个东西就是刚买来特别兴奋 但是在那放了几天之后就嫌 哎呦怎么这么吵啊 然后就送给其他小同学了 德国有卖这种虫啊 或者鸟啊 鸟有 但是虫没有 虫没有啊 这个二路小丸子我们上次不是也来吃过吗 人总是特别多 现在疫情期间人也挺少的了 以前总排队呢 我们要一个二路丸子吧 在 上次是19 上次是19 差不多22年 那个时候这个店真的是超级火 进来感觉没有地方坐 只要正好长时间 你的办法览子快来点灯 好 上次我们在这也吃过饭啊 我吃了一个禁不了 那时候是晚上来的特别好看 是 现在白天人比较少 看那个大鱼 我长得好奇怪啊 好像像石头一样 没人吃什么的 没人给他祝福 这一只都不怕了 那一只都不怕了 我们在这吃了 你还记得吗 对我们是在这吃的 对 然后上次还在这拍了好多照片 那是疫情之前了 那以前人特别多 特别热闹 不知道 也许这晚上现在应该也挺热闹的 也是 是 那在机缘 对 哦 也也不 也不是啊 都没了 这都关了 这 这都没有商户了 19年的时候这都是卖东西的 我刚上大学那时候是零几年 我的梦想就是在这儿买一个房子 星海国宝 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大连最好的房子 因为那时候这个是最早比较靠海特别好的房子 那时候这边这个都还没有呢 那才是挺好的 那个时候的价钱现在看起来不是很贵 我记得好像是两三百万吧 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太贵太贵了 然后我就试着跟朋友一起开画室教学生赚钱 但是后来也失败了 然后这个梦想就没有达成 也许你还能买 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比较旧了 你觉得后面有一个家的承包 对 城堡里面有什么 最早那个城堡是贝壳博物馆 但是现在好像没了 给改成酒店了 酒店 嗯 就是可以在那住 你看那个鸟叫喜鹊 在中国就觉得它是给人带来幸运的 德国人觉得它爱偷东西 偷东西吗 偷你东西了 谁能被鸟偷东西 他爱偷东西 风太大了 风 这边 also看那个城堡 然后就是一个城堡 应该户物馆 应该户婚为第一次 回来 赚钱 又是一个城堡 很容易 这家人的城堡 那边 大山堡 还在这家里 那边 很难 对 人家 那边 为您 我 你的大羊感觉怎么样? 很好,喜欢,很好玩 我今天玩了一点累,我们回家吧 我冷,我累,我感冒了,我想回家 走吧 好 fiquei ancora等了 好 然后 我要我准备奥